各位同学好 接下来我们介绍范例一 关于GPS卫星与同步卫星的比较 GPS卫星题目告诉我们 它的条件 它是距离地球表面两万公里 每小时 每12小时会绕地球一圈 这样子 这是GPS卫星 那我们的同步卫星呢 这里没有说它的条件 不过你可以从课本或讲义 找到什么叫同步卫星 同步卫星其实就是 跟地球自转同步 地球转一圈 同步卫星也转一圈 但它不是在地球上 而是在 在地球上空 那我们为什么会需要同步卫星呢 因为我们希望说 有一颗卫星可以 24小时不间断地监测同一个地方 或24小时不间断地跟地面通讯 因为如果卫星转得太慢 它可能就 它可能地球转一圈了 那卫星还没有转一圈 有可能它就会跑到地球的另外一侧 那这样天线就很难去跟它做通讯了 所以同步卫星它为了要跟地球有良好的通讯 才会它转一圈地球也跟着转一圈 那它是与地球自转同步 所以它的公转周期是24小时 这样子 那它的公转周期我们给它一个代号 就叫T同 好那我们这样就可以来表示 来比较一下了 首先呢 在上课的期间 发白纸让各位写下一个关系式 那就是万有引力作为向心力 的时候 万有引力在左边 等到右边是向心力 M4π平方 R除以T平方 这两个去做引力以后 你最后得到的结果是 T平方分之R三次方 会等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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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m分之 会等于 4π分之Gm平方 4π平方分之大Gm 那么 我们说这个就是一个定值嘛 这其实就是科普勒他观察到的 但我们用牛顿的万有引力定律 以及向心力 可以推出 跟科普勒观察到的结果一样 这个就是我们上课期间发白纸让各位写的 然后这里我们可以把周期放左边 然后呢 其他的搬到右边 那就会变成是 T等于2π R三次方 所以大Gm 这个部分 请同学自己用白纸 一向一下在开根号而已 所以你可以发现 所以你可以发现说 因为大M呢 是中心天体的质量 就像这个地球 大M R的话 就是它的运转 周运转半径 R 这个卫星的运转半径 那你就会发现说 其实小M 我们这个小M其实是消去的 所以 我们的公转周期T 其实就直接的 子跟R有关 当然还有跟中心天体 这个大M有关 可是 今天大M是同一个 所以 大T 子跟 大M 子跟大M 以及 R有关 那什么是大M以及R呢 大M是中心天体 的质量 就是 卫星所绕行的那个天体 不是卫星本身的质量 是卫星绕行的 那个中央天体 对人造卫星来说 中央天体就是地球 对 地球来说 中心天体就是太阳 那这个R呢 就是 轨道半径 所以 从这个式子 讨论到这里 有没有 能够判断A是否正确呢 同步卫星到地球的 轨道半径较小 好 那其实 你也可以把 刚刚这个式子 反过来看 那就是 R 会等于 大G 大M 除以四拍平方 再乘上T平方的 三分之一次方 嘛 那R越大T就越大 对不对 这因为这两个 这两个是乘 就是你自己去看一下这个式子 R大应该就是周期就大 对不对 好所以 可以选项 同步卫星绕地球半径比较小 那同步卫星的周期是24小时耶 可是今天这个GPS卫星它只有12小时而已 所以 既然周期大 轨道半径就大 那同步卫星的公转周期 比GPS卫星的公转周期大 那 它的轨道半径应该也是 比GPS的 轨道半径还要大 所以A是错的 接下来B选项 B选项 同步卫星受大的地球重力比较小 所受的重力 重力就是万有引力 那重力的话就是万有引力的 是数学式 大G大M除以R平方 那这个是六支E六者的范围 这个大M呢就是地球的质量 今天的情况就是地球的质量 那小M呢 是人造卫星的质量 而R呢就是从地球中心到这个卫星的距离 两者连星线 那因为这个卫星 虽然它不规则 但是相对于地球来说 它太小了 所以可以把它看成一个点 就是 地球这样子 它卫星这样 所以卫星很小 那卫星到地球距离R 卫星到地球距离R 这样子 所以它其实是跟两个因素有关 所受的重力呢 与 三个因素有关 大M 小M 及R 有关 可是啊 今天呢 我们好像不知道这个 人造卫星的质量嘛 对不对 虽然说我们今天 我们今天这个同步卫星 它的R 是比这个 整这个GPS卫星还要来的大 它的轨道半径 比GPS卫星来的大 那这个M是地球质量 就两者都一样 两者都是到地球 所以大M没有关系 大M不影响 应该说大M对它们 两种卫星所造成的影响是一样的 那 同步卫星的轨道半径 比GPS轨道半径大 但是 我们又不知道同步卫星的质量 和 GPS卫星的质量 我们不知道啊 所以就没有办法算 没有办法算说 谁受的重力大 因为所受的重力是要看 是要看 这个式子 那这个式子里面 有三个因素都会影响 那这三个因素都会影响的话 只要有一个因素 我们不能确定 那就不能确定说 谁受的重力大 所以B选项也是错的 没办法确定 再来C选项 同步卫星到地球的周期很长哦 是24小时哦 第一同步卫星是一天 周期是一圈 一天到一圈 那GPS卫星 题目说是12小时 所以 周期当然是 同步卫星长啊 所以C选项是错的 再来猪呢 同步卫星到地球的速率较大 好这个部分我们 应该之后上课也会讲到 这个速率较大要怎么算呢 我们一样会用万有引力 作为向心力 就像上面的四值一样 类似这样子的做法 但是这时候我们 左边 突然有引力 右边的向心力公式 我们用另外一个 等V平方除以R 然后你就可以把一些同样的消去 然后你就可以把一些同样的消去 这么一来你会得到一个结果 那就是 V V 会等于 根号的 根号的 大G大M 去除以R 好这个 式子很常用 这个式子就代表的是 就是人造卫星的运行速率 那V 就正比于 就正比于根号的 大M除以R 因为G是常数 那今天这个大M又是地球的质量 对不对 今天这个大M是固定值 所以其实我们的 速率 人造卫星的运行速率 它做圆周运动的 运行速率 就是正比于根号R分之一 好所以代表说什么呢 代表说 如果你的轨道半径越大 那你的速率其实是会越小的 轨道半径越大 速率越小 所以主选项啊 同步卫星的轨道半径是大的 比GPS大 比GPS的卫星的轨道半径要大 所以 同步卫星的速率 运行速率应该是小于 GPS的 运行速率 好所以猪也是错的 在E选项呢 E选项问角速率 角速率不知道各位还记不记得 角速率和周期有绝对的关系 讲到这里还记得吗 Omega角速率跟周期有什么关系 T分之2π 转多快 跟绕一圈多久 其实是一体两面 转多快跟绕一圈多久 是一体两面 所以其实这一体也很简单 因为同步卫星的周期大 那所以它角速度就小 就这样 它绕一圈9嘛 所以就绕得比较慢啊 所以E选项是对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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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